大家好 我是来自云端的小大胖 很多人向往成为有钱人 那么有钱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美国最新的研究发现 有钱人在面对身边的人事务时 竟然会比一般人还要来得冷漠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金钱会改变人们看待周遭的方式 甚至忽视旁人及其处境 发表在《心理科学》期刊的最新研究指出 有钱人是真的比较不在意别人 而且是不自觉地忽略 科学家运用动机相关性实验 衡量人们对周遭的关心程度 心理学相信当人类赋予某些东西更多价值时 才有动机花时间注意它 也许是因为它具有威胁性 或者是它有可能予以回报 纽约大学的研究团队采用先进的眼球追踪技术 进行了一系列相似的随访研究 他们先找来61名受试者戴上 Google眼镜到曼哈顿街区闲逛 并在结束后请受试者填写一份 关于社会阶级的自我认同问卷 研究人员分析Google眼镜的影像记录发现 比起其他社会阶级较低的受试者 自认为富裕的受试者更少将目光停留在路人身上 在第二次实验里 研究人员让一群学生坐在电脑荧幕前观看Google街景照片 接着同样请他们填写社会阶级的自我认同问卷 实验结果依然相同 那些自我认定赋予的学生 比其他人花更少精力和时间注意图片里的路人 纽约大学博士生 论文主要作者戴提斯在新闻稿说到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无论是在户外 实验室或网络世界里 人们更有可能吸引到社会阶级较低的人注意 而非社会阶级较高的人 且这种反应是无意识的自发行为 心理学教授科特纳猜测 不太注意别人的原因之一 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 跟负担和满足需要 例如托儿或房屋修缮 而不用依靠邻居或社区的协助 心理学家戈尔曼则在纽约时报写道 经济差异最终导致了行为差异 而穷人比富人有更好的适应能力 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如此 在贫富超距日益加剧的今日 这种权力 金钱和同情相互作用的事实特别令人不安 戈尔曼和其他学者认为 如果那些钱赚得多 且因此拥有更多权密的人 看不见穷人处境 那么扭转贫富差距几乎是天方夜谈 他说道 如果没有同时减少同理性差距 缩小贫富差距将是遥不可及的神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